大大小小建案遍布北市街頭 每走兩步就是工地 房市熱絡程度前所未見 新清安政策上路 讓首購族也夢 卻也造成市場包租工 人頭戶乱象重生 像北市林森商圈 就有不少低總價的小宅 因此被投資客所定 像我左手邊的這個社區 有超過七成都是拿來出租使用 多人是利用這個寬限期五年的期間 他在做所謂的短買短賣的主意 那甚至賣掉以後 他又可以再用首購的方式申請新清安 甚至有些投資客 他們反而是投入預售市場 進行期貨的這些買賣 政策上路短短十個月 超過五點二萬人申請新清安 就連預售屋案件都被炒熱 民間銀行各種優惠方案 如雨後春筍冒出 大家賭的是房價會逐年翻倍漲 整個房市如同變成賭盤 每個政策推出來 它其實都會有一些些bug存在 其實還是會有人想辦法去突破 這樣子的一個限制 新清安慰力有多驚人 就連被視為房市沙漠 還有癌症村別名的桃園觀音區 草榻聚落樹林新村 也吸引到買不起台北房的脫北者 一年內漲幅高達五成 時機來到桃園草榻這邊 看到原本要簽效的國角旁邊 是掛起了一整排的廣告看板 貨房還有正在施工的新建案 新清安雖達到 助年輕人成家的政策美意 卻也讓投資客的炒房遊戲 越玩越上癮 三連新聞 華少平 張永泉 劉志如林嘉倩 台北桃園報道